大家好 這裡是Moji 今天呢 要回來玩Berry 好 那我們就直接從上個進度開始 還記得上次呢 不是撿到眼珠嗎 後來呢 我一關實況 一關對 一關那個拍攝的OBS之後呢 直接來左邊 發現他可以直接對話的 那交火掉眼珠的地方會不會就是這裡 呵呵 那東西救我一下 把乾淨的眼珠交給了萊兒 我們就是把他丟進去 因為他全身都是傷嘛 如果是弄丟的話 他就會接受的吧 好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去跟他講說 我們找到了他的眼珠 那是我的眼珠 太好了 果然是掉在那裡 結果他就去了 果然就去了 好 我們去看看吧 好像可以通過了 那我可以靠近嗎 等一下 我在手上 不行不行 可是那個存檔能離我很遠 算了 先先避開他 避開他 喔 好像不會緊啊 別理他我 標示著S的半身假人 模特兒 穿著非常華麗 SSAW SSAW 好 那中間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啊 不知道 等等再看 這是什麼 得到了小小的髮條 幾乎都是女孩子穿的昂貴服飾 小小的髮條好像去右側那個 這個 那個飛在天空上的木 不是木板 地板 應該讓他掉下來 好像和壁爐另一邊的抽屜相同 這些衣服對你來說都有點小 好 那這個房子都是連在一塊的 小小的衣服 入供精緻的衣服整齊有趣 擺放著蕾絲和赤繡的小東西 碧爐冷冰冰 小小的畫框裡有一幅可愛的畫 裡面 盛滿了有漂亮圖案的五顏六色的雞蛋 這些好像是水煮蛋 不過也有一些是巧克力做的 是富摩羯的蛋 哦 這裡有個存檔點 上手了 上手了 好 那這邊都調查完了 我們就可以直接到右邊去 去那個 可以上小小髮條的地方 啊 那個 不是說 衣服的部分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這邊先截蠢比較緊 我怕有什麼意外 我們就直接插路發條 我們就直接插路發條 看那個 那個木板會不會下來 走過 走過竟然說還有一些奇怪的聲響 筆記本上寫著像是流動的細文小字 這個看起來很高級的鋼筆 筆夾上科者1 難裝送食的整齊有序 擺放著堅設難懂的書本 裡面放著男性的服飾小物等 這裡又是 有新的服飾小物件整齊有序 床單和枕頭套之類的東西收納得很整齊 這不會是類似像仆人的房間吧 掛著大衣和厚厚的衣服 還有一些洋裝等等 好 大家看一下 這邊下去是不是 喔 就是這邊 對 讓它不要走 因為到時候掉下去就慘了 筆記本上寫著工整的文字 裡面放著女性的小物品和床單等 好像沒看到什麼有特別有意義的東西 擺放著射成射掉沉穩的女性服裝 好像能打開 稍微換個位置 進來了 小小的房間 總之在這附近找找看吧 你要跟我脫隊啊 大燭在放這簡單的燭台上 有一張聚機療場的紙片 快點看 哈囉 叫我等一下 那你咧 你在那邊 各大各大的做什麼 看各位來幫我 什麼嗎 這不是打開了嗎 欸 是那個小男生 我們一開始遇到那個小男生 你沒事吧 找到筆記本了嗎 這樣啊 欸欸 這個人也在尋找解決筆記本嗎 是嗎 我也可以加入你們嗎 我都是無所謂 你叫什麼名字 這種事不能隨便告訴陌生的大人啊 那麼請多指教叔叔 好 那我們就三個了 那 來了你可以幫我看一下這個字 好吧 哈哈哈哈 還看不懂 所以我們現在來就只是為了 找這個 那個小男孩 啊 對啊 他好像沒有告訴我他叫什麼名字 嚇死我 那個聲音有點可怕 我會存一個三個人都在的存檔 那現在主要的部分呢 就是要去解 剛才 關於衣服的謎題了吧 電視界線在這邊呢 又有劇情喔 好像有水滴滴的下來 欸 那是什麼 怎麼會有浴缸 那裡光線明亮 會不會連接到外面呢 不過沒得上去吧 對啊 那 這邊要怎麼去 沒長出的那種東西 嗯 這邊 有上次探索過 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老鼠的地方 好 好 那 那 先去 有衣服的那一件 那 稍微再看一下 拍下左右兩邊 它是對稱的嗎 A的半身假的模特兒掉下來 它的身上只是叫內襯 內搭的襯衣 裸體的狀態 這個有一個空的 所以表示說 我必須要去找到 可以鑲牽英文字母的一個道具囉 那 那它又說跟這個 對啊 它說兩邊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對稱的 但是我不曉得說 要去哪裡找那些衣服 對啊 好沒關係 那大家稍等我一下 我先去找一下說 這個 到底要去哪裡 解決這個 題目 好的 各位 我繞了一圈啊 可是我們就在二樓繞 其實沒有發現任何東西 後來我又回到這個房間 點那個 復活節的彩蛋 放下一顆白蛋 我就試著拿起它 白蛋發出的聲音 我不想待在這麼低的地方 快把我放到適當的牆上 好 那說不想要在這麼低的地方 欸 欸 哪裡啊 這個 完全沒有頭緒啊 這裡嗎 不行 不行 沒有任何裝飾的白蛋 它好像不想待在低的地方 好喔 可是我剛才過了這麼一大圈啊 比如說 我沒有看到任何可以 去 去 去 解的 一些謎體牙具 的 蛤 蛤 我的天啊 好啦 那大家再等我一下吧 我在四處逛一逛吧 呃 各位我回來了 之後 我去偷偷一下人家玩的 結果是要問這個屏風 白蛋又開始說話了 這裡不錯 會把我放到這面牆上 喂 這根本不是牆啊 再說 放的位置可真是 快點 你去搞個子 沒用的男人 弄來 把白蛋放在屏風上了 好啦 這樣沒了吧 已經沒什麼事了 你們就吧 嘿 果然很危險吧 管他的 我們走 啊 啊 啊 破了 有個東西想破 你的基在裡頭的出來 喔 寫著A 因為他已經破掉了 所以沒辦法說話 哎呀 我剛才 浪費了很多時間 在這邊晃欸 真的 完全不知道 要去哪裡 根本不會想到說要去點那個屏風 好 不管怎樣我們 取得A了 應該可以鑲嵌到上面去 好了 我就呢 他標識的S嘛 SHAW 那 那 是要打什麼 我不知道欸 S T F K S O T R 它其實單字只有 某幾個單字 它這裡就像我們拼出 關鍵的字 是 欸欸 太反應了 SA是AW嗎 好像是一個單字的單字巨手 哪四個字我 我怎麼知道 好吧 華麵的衣服 華麗的衣服 層層蝶蝶蝶蝶蝶的衣服 這個假人 這個假人不對 它是叫做半身假人模特兒嗎 我們是 指 這個是個都有同樣的東西 呃 千百 也就是說 是個英文字母 它們是個相同 都有一樣的東西是 都有葉子的味道 等一下大家說的是什麼 我沒看到 這是提示吧 剛剛它說有葉子的味道 嗯 欸 從下面飛出了什麼東西 這個是不是長出來了 欸 長出了一片葉子 為什麼 好的 各位我回來了 我來到右側的這個 還記得那個 桌上還有圖案的扑克牌嗎 因為它 剛才說 它長出小樹苗 那我想說 應該就是那個 樹的意思 TRE 我突然看到的 應該 應該可以 就是突然 開竅啦 有R嗎 有 有E嗎 有 因為它們是樹 有 就長出樹了 還長出了彩虹 不是 不是 不是長出了彩虹 那樹上 長著金色的果實 或者金色的果實 彩虹也消失了 原本是個半生 假的模特兒 現在是一棵樹 好 與其說是果實 不如說是像 種子那麼小 閃閃發光 可能對身體有害 不管怎樣 先存檔 太危險了 被我存滿了 那應該可以種到 右邊的那個 就是有女人像的 那個小盆子裡 表土上有個小洞 放棄金色的果實 它是日文之中交水 還真的 長出了彩虹 啊 難道我們可以上去了 從盆栽裡長出的彩虹 該怎麼說呢 好像童話故事啊 我說爬上這個的話 我們就能上去了 欸 可以爬了吧 你說對嗎 當完了 好那我們就 上去 所以 他要先上去 理所當然的 這是上不去的 可是小孩子可以上去啊 哇 真的上去耶 欸 真是莫名其妙 好吧 好吧 姐姐 你也快來啊 哇 還是因為它體重比較重 怎麼樣 有什麼東西嗎 月光裡面有個水桶 哇 哇 兩個人掉下去了 兩個人掉下去了 走欸 藥啊 死掉了嗎 不會吧 好痛 喂 蜘蛛點 看來沒有受傷 總而言之 找個地方休息吧 敗給他們了 也沒有發燒 或其他地方不被禁 看起來好像沒事 總而言之 會先再調查一下 我還沒獨自去過的地方吧 大到可以住上去的 蝸牛殼 安詳的睡著了 動物的毛 哎呦 哎呦 蛋糕架上放著方糖 指指端莊的睡著了 小瓶這裡放著藥草 甚至是辛香料 還有動物毛 誒 這是剛才的水桶 不能拿 沒有意義啊 而且我也不能上去 這一邊沒上去的房間 我已經獨自出隊去看過了 呃 那所以說 要去 右邊嗎 還是分開窗 先從其他的地方開始調查 他也不能跑步 對他也不好 我還沒有獨自來過這裡 你要去這裡嗎 為什麼 放進一個好像有點 詭異的音樂 這些應該 不用再進去了吧 因為這些都是我們 之前 解剖謎題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往右邊走 或者 會出現什麼 我就是讓他看得懂 接下來看這個筆記 7月26日 聊天還是一如既往的美金聲 總是窝在房間 欸 總是窝在裡面的房間 和窒息的房間 為了能讓他重新鎮住起來 我得想不想辦法 8月11日 1月來了電話 為了慎重起見 我明天親自去確認 確認後我會向老爺報告 水井已經要盡快修復 9月2日 老爺 決定收養了孩子了 老實說 我難以口同 但既然老爺已經決定了 我沒有理由反對 9月24日 人家注意外牆上的圖樣文字 不止是遠丁 將之消除乾淨 10月1日 受傷的小鳥 誤入了院子 在被大小姐他們看到之前 請遠丁收洗一下吧 10月9日 需要注意其中一位大小姐 偶爾到地下室的情況 只是那孩子的不良影響嗎 我覺得這間應該是管家的房間 因為它是獨立的 只有一個床嘛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管家的房間 11月23日 因為從昨天開始 就不見到孩子的生意 不分敷累秋 多加注意 然而這個判斷 竟是錯誤 以上為中午 剩下的事情 都是遠丁的工作 那就是上面那個 有至今療場的 啊對 這裡還有一本 9月15日 今天看到新來的孩子的學習狀況 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孩子呢 除了學習狀況 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焦慮 看來要花很長時間 才能追上大小姐他們 9月18日 她的記性似乎 並不像我擔心的那樣差 我知道不能超之過激 但我希望她儘快 學習閱讀和寫作 9月21日 她看起來很難 和大小姐們相處融洽 我發現她在外面的石階上塗鴉 也許我對她太苛刻了 9月23日 她還是一個人在外面玩 也不來學習 追上腦筋 愛德格先生對她嚇警告了 10月3日 我覺得新來的孩子 最近好像在出路別館 我們沒有機會碰面 看來我不怎麼討人喜歡 10月17日 我看到他們兩個人在院子裡 她好像也不是在妨礙她的工作 很遺憾的 不然我這裡學習 就交給她處理 看看情況吧 11月21日 拜託列茲買的墨水買錯了 我決定明天自己去買 果然還是習慣的東西好用 筆記本的封頂列車寫著 瑞秋 瑞秋的那個名字 好 所以這一間是瑞秋 這間也是獨立的耶 哇 所以他們有三個人是 比較大的 類似管家的職位嗎 對 這裡應該是 還是不能下去 只要作死啊 好 先train個檔 去作死一下 搞不好不行啦 這些想試試看而已 那 他就是說那個什麼水井 以及 可以跳過去耶 好 沒事 那我可以跳回去嗎 欸不行 所以我可以去地下室 對不對 通往地下室的 樓梯真正崩潔 有點發霉的味道 不行 我還以為我可以去地下室 裡面放著安張的圍裙等 圍裙的口袋裡放著一張紙片 腦炎與信賴的孩子 勿問看艾德格先生 沒有用的 態度好冷淡 好可愛 蛤 果然很相識 我也這麼覺得 這是在課堂上傳的紙條嗎 這是公務清單 肥皂 墨水 藥草的 照料 枕頭套 戰線等修補 蛤 所以這一間它其實是一個 內室 不會是古爾院吧 感覺是啊 還是說就是收容一些 人家被遺棄的孩子之類的 好啦 本身現在就是先不要太多的猜測 好啦 那想說呢 時間也差不多了 就先玩到這邊吧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大家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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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